台湾现在还在争论同志可不可以结婚 但是剧场已经开始讨论多元成家之后的问题了 剧场导演王靖敦推出他的家庭三部曲 最终章想象的孩子 故事描述一对同志夫妻 还有一对痛失爱子的中年夫妻 还有一个单身的女强人 五个人都想要一个拥有自己血缘的小孩 为了这个心愿 他们要进行一场跟魔鬼交易的生子计划 剧场导演王靖敦新作 想象的孩子描述已经承认多元成家的未来社会 没有血缘关系的五个人 要怎样生出一个共同的孩子 大家知道多元成家法案其实尚未通过 但是我们就先跳过这些争议 然后来谈一个爱情超越性别 然后亲情超越血缘下 然后不同的没有血缘的人 共组成一个家庭 他可能所会遇到的障碍 或者是挑战 我喜欢男生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喜欢男生的话 我们一起想出来的那个计划 都不可能了 五个人千方百计地想要一个小孩 演员梁宇芮饰演他们想象中的孩子 在剧中不断地对话讨论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让小孩以一个魔幻写实的方式出现 他会用一个很成熟的样貌 然后跟他的可能不同组的父母间 或者是父父或母母这样 然后对话 然后去谈论说 我想不想被 我想不想被生下来 我该不该被生下来 那你把我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等等的 然后去做一个两代之间的对谈 描绘了未来可能发生的蓝图 想象的孩子带领观众进入前所未见的后多元成家时期 真的有点极端 看不错吧